金黃脆皮軟嫩肉質 烤鴨切片讓人吹鮮三尺 另一頭冬季暖胃必備 火鍋也強強滾 業績跟著富耀直送 疫情趨緩 王平集團營收連五個月創新高 首次直播向上前同仁帶來喜訓 我們今年下半年的業績持續創新高 所以我們今年會花1.5個月的獎金 來感謝我們同仁這一年來的付出 王平獎金1.5個月是去年的三倍 總計與兩億元大紅包 世上是十年多來最多的一次 更撒千萬連辦五場飯店尾牙 重啟海外旅遊 鼎泰豐則預計1.5到2個月年終 由於去年 旗下麥威登 炸雞大師等知名餐飲品牌 陽晴年終也最多發到三個月 竹間集團更比去年多五成 去年是用一個月做基礎 那今年是1.2個月 那預估今年年終獎金 發放會超過五千萬元的現金 今年預估業績大概是會 大概在四十五點五億左右 那對比去年大概是成長大概是五成 明年業績其實我們也是看好的 預估市場會成長大概四成 終於撐過疫情寒冬餐飲業 迎春宴也讓員工心情大好 環宇新聞武懷漢白玉菲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向se館 配件 敬金 小鈴鐺 敬金 職